前面说过,金屁梅是把人悄悄地带进一个深色犬马的世界 在冷不丁地突然一声爆炸,把冷冰冰的真相暴露给人看 金屁梅书的前半部分,是写西门庆如何得意,如何发迹 如何步步轻云,如何深色犬马 但仅随着突然暴病身亡 随着西门庆的身亡,他的仆人直接跳返 变卖还在途中的货物远走他乡 在西门庆死之前,还恩身义重的仆妇王六 则直接鼓动绿帽王丈夫被驻远顿,离开西门庆 而西门庆的娇妾们,在西门庆死后不久就各寻出路远走他乡 西门庆死后不久,他的女婿陈金济就跟潘金莲搞上了 甚至无赖还堕胎 书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人物印伯爵 据说印伯爵就是这个作者笑笑声 总之印伯爵作为西门庆的黄金捧根 可以说跪舔了一辈子 在西门庆死后,立刻翻脸算计 朋友之间的情谊完全不顾呀 可以说基因品梅书中的亲情,友情,爱情全部靠不住 没有忠,没有义,没有孝,没有恩情,只有种种恶 从庙堂之高的蔡金,到江湖之远的胡僧 从富贵逼人的主人主妇,到窘迫可怜的窃朴僧尼 无人不是在作恶,无人不是在受恶之害 人人处处都在为色欲金钱两件事而撕咬 在书的后半部分,庞春梅算是为数不多的闪光 她为主人潘金年收尸祭奠 她为老亲人承进记谋划生路 她为摇摇欲坠的西门府提供助力 然而她自己却也是沉溺在秦涩之中 在丈夫为国冲杀的时候 她与仆人通奸,最终死在了男人的肚皮上 所以金品梅的开篇这样写道 单说这世上人,隐隐竹竹,急急巴巴 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 打不破九色彩奇圈子 到头来同归于尽,着身要紧呀 所谓豪华去后行人绝 萧争不响,歌喉叶 雄见无微光彩尘 宝琴凝落,惊心灭 欲皆寂寞,坠秋露 月照当时歌舞处 当时歌舞,人不回 化为今日,西宁辉 这也很容易让人想到 《红楼梦》的好鸟歌 世人都笑神仙好 只有功名忘不了 总之,相比来说 《红楼梦》也写尽了悲欢泥河 整本书中也确实弥漫着凄凉之物 但在贾府败落之前 也有着种种的温柔富贵 有着种种的浪漫 种种的诗情画意 所以说,它完全算得上一首青春之歌 就算是贾府败落 公子小姐死去一大片 所谓白骨如山忘信事 但这个时候依然有小红等人去御神庙 去看望宝玉 有这些温情款款 但金屁梅似乎没有一点温情 似乎只有恶 作恶的让人厌恶 但这被恶所害的又让人怜悯 所以清代人评价说金屁梅是一部哀书 作者笑笑声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 他写尽了世间普通人的恶和不幸 而越是有社会怨历 越是经历过人生的悲欢泥河的中年人 就越容易从金屁梅中读出滋味来 有人说年轻人不容易看懂《红楼梦》 其实年轻人又何尝看得懂金屁梅呢 荣华富贵飞呀飞世上的人追呀追 经历过迷你场上的亲亚 经历过同事 友人甚至亲戚间的逆争斗的人 在人生路上伤痕累累的人 就越能对《红楼梦》中 对金屁梅中的人物有某种同情 他们明白人间的种种事情 背后总藏着些无赖 五光十色往往浸透着笑和泪 生命这袭华美的袍子上爬满了狮子 所以说中年人去看金屁梅 不会被表面的东西迷惑 会在声色之后看到欲望 看到动物性 看到权力 暴力 乃至于不可知力 看到命运 看到人世的艰辛和人人的心酸 在这个基础上 再往前一步 也就是佛进了 也就是世界的虚无 一切都在乘住坏空之中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楼塌鸟 如此循环往复如此而已 而说到循环往复 我们就要说到金屁梅 更深刻更伟大的地方 这也是他更加不为统治者 所容忍的地方 那就是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 尼农菲是中国福建省周林县原县委书记 他被当地干部称为三光书记 也就是官位卖光 财政的钱花光 和看重的女人搞光 尼农菲还爱好赌博 热衷于通过赌博来碾财 放高利贷等等 尼农菲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的群方谱 因为他先后跟22位女性 长期保持不正当的关系 他甚至为这个专门做了一个红皮通讯录 上面记录着这些女性的通讯方式 尼农菲得意地把它叫做群方谱 在2002年5月22日 尼农菲在福州的一家酒店 举办了群方宴 他让这22位身着华服 美丽妖娆的女人 在包房尼彼此见面 在这期间尼农菲还宣布 今后每隔一年就举行一次群方宴 这其中还要设置年度加利奖 不过这个群方宴搞了两届就结束了 这是因为到2004年 他的犯罪事实暴露而被审判 在介绍文革荒诞时这期 我们介绍过官员徐奇耀 他是保养秦任最多的一位官员 徐奇耀曾经担任江苏省的建设厅厅长 徐奇耀这个人很有意思 据说他最喜欢两样东西 钱和女人 如果你把这两样都给他 他就什么都能做 徐奇耀不仅敢做也敢说 荒淫无度的他 不仅不隐瞒自己的无耻行径 有时甚至故意标榜自己的能耐 徐奇耀包养的众多情人中 有一对母女 有一次酒后 徐奇耀不仅当着众人的面 炫耀自己的一箭双雕 甚至还将这母女俩的床上功夫 进行了一番比较 我们再说一个例子 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 他呢不但长期包养秦妇 而且嫖娼成性 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出差 他会公开指使身边的工作人员 到街上转转 有好的就带回来 当代中国公务员的例子 我们不妨列举到这里好了 中国落马的老虎苍蝇 哪一个不是西门大官人呢 他们都是从普通人开始 甚至在前期也都是有作为 有进取心的官员 但随着权力越来越大 也就开始卖官 花财政的钱和搞女人了 这些官员在官场 在迷你场中摸爬滚打 渐渐摸清了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 金平梅第57回中西门庆这样说 听说就是如来佛祖和阴间阎王 也不过是要钱嘛 我只要肯花钱上下打点买同他人 那么我就是强奸嫦娥 轮流和嫦娥发生性关系 就算是偷王母娘娘的女儿 用铁链把她锁着 也不捡我婆天的富贵 金平梅第30回中 甚至把话说得再明确一点 说坐上位子的人是靠循私舞弊 结党淫私 金平梅的主角西门庆 最初只是个小本经营的个体户 然后凭着倾家和财富 利用官场的潜规则 一步步成长为地方巨乏 她是在人生巅峰的时候 突然暴病身亡 死的时候家财万贯 官商一体 身居要职 而且广结人脉 那么假如说西门庆并没有死 她下一步那必然是成立商会 把持一方了 再假如她更进一步 替天行道 说不定她就是另一个 王朝的开创者了 所以说金平梅看似是黄色小说 实际上她却写进了 中国社会的黑金逻辑 她写到了一方势力的崛起 在平静的水面之下 早已按钮涌动 这种按钮会让专制统治者 慌张恐惧 因为假如天下是一个人的 那么谁抢来 谁就成了皇帝 天下就成了一家所有 人民就成了这一家的卢谱而已 所以当权者只需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想尽办法 防止别人来抢去 要来抢的人 也就要想尽办法去抢去偷 满清入关 做了统治者之后 长期把东北老家封关 这是因为满清统治者害怕呀 他害怕东北再出现一个女政部落 也就是害怕同样崛起一个满清 而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员 他带领农民打到江山之后 也颁布了户口制 严格的禁止农民去迁徙 甚至禁止农民去村外乞讨 这也是为什么呢 也是因为共产党 共产党是通过农民 通过搞农民起义来起家的 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 他当然也要提防农民再来起暴动 再来走出一个中共 所以既然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 那么垂涎的人要得到这些好处 就只能从皇帝那里偷或者抢啊 一旦皇帝没了权力 那就如树倒或孙散 食尽鸟头铃 西门庆一死 他的那些家里女婿 立刻就对西门庆的财产 不是偷就是抢了 而专制统治下的人民 很喜欢听反贪故事 喜欢听大老虎下马 而专制统治者也很喜欢拍反贪的故事 喜欢塑造爱民如子 勤喜人民 三个代表的道德形象 但种种的口号跟人民 有什么关系呢 在讲中共下课后会发生什么这期 很多网友提到过一些筋辟的见解 说倒下一个中共 还会上来一个中共 换句话说 曾经的屠龙少年 后来可能还是会成为新的恶龙 只要天下还是属于一家 只要这种观念还是主流思想 那么屠龙少年确实必定会成为恶龙 金平梅的作者笑笑声开篇就说 人人皆是为财色 所谓天下兮兮皆为逆来 天下嚷嚷皆为逆往 财的本质是为了更舒适更自由的生活 色的本质也是生存繁衍 也是快乐 对财色的追求是基本的人性 在更合理的制度下 它会发展为善 至少主要表现为善 而在不够合理的制度下 它便发展为恶了 金平梅的全书以金兵灭宋 二帝北寿来收场 这个意味已经很明显了 它表面上写的是宋朝 时写的是当朝 也就是明朝 金平梅暴露了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 揭露了专制统治者的老底 而这种逻辑存在于逆朝逆代之中 所以即便是今天的中国人 也往往能心有宁稀 一点通呀 毛泽东曾经建议中国的高官 中国的封疆大逆 都要读一读金平梅 所以当时内部发行了一套金平梅 毛泽东希望干部们读一读这本小说 得到些启示 得到些警示 类似于现在的党风廉政建设 可是制度不变的话 一本书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今天被查的干部 昨天还在台上讲防腐畅年建设 今天下马的高官 昨天还在高喊不忘初心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些口号 高喊爱国的人 结果财产和家人早已转移到海外 润得比谁都快 一方面是西门庆这样的人疯狂索取女色 同时是这个社会上许多地方 光棍盛行 从明代的金曲之名无妻者伴 到清代的识人之中 八无家事 再到当代的中国 官员疯狂索取女色的同时 也是中国的光棍村和铁链女 从光汉亲的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 造恶的想富贵又受严 再到北岛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穆志明 仔细读过金瓶梅的人 恐怕都会发现 金瓶梅中的世界从未远去 笑笑声冷眼旁观 这片土地上的人信人情 朝堂江湖 用悲天敏人的情怀 和幽默狡猾的写法 为后人留下了一部 奇特的不朽名著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你是怎么看待金瓶梅的了 这期撩得比较长 可以说把老僧心中的金瓶梅 撩得差不多了 等到再有新想法 我们再来说到说到 假如你觉得这期有意思 请帮老僧点个赞 也祝各位早安午安晚安 感谢各位的收看 用轻松的姿势长点知识 我是老僧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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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